院長 各位議會的貴賓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代表美國商會 各位來做一些討論 美國商會在台灣已經超過60年 實際上我們是一個非常深耕的在地人 我們希望討論的角度是從 我們是一個企業社會公民的角度 來討論怎麼來協助台灣的發展 我想前幾個月美國商會發表年多的白皮書的時候 可能在一些報章上面激起了一些迴響 其實目的是跟今天的討論是一模一樣的 怎麼做一個開路 怎麼讓台灣的經濟走出悶的狀況 當然可能看的角度不太一樣 但是我想最後的結論和希望達到的目的都是一樣的 就如同剛才我們尹隆引會長在講 其實他講了很多的事情內容 實際上美國商會也是都是支持的 可能我們就把歐洲換成美國 大概他的講內容就是我講的內容 不過就整體而言 我們必須要澄清幾個觀念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的國人在討論自由化的時候 唯一會想到的是怎麼會不被受傷害 那我覺得這個思想可能比較保守了一點 因為實際上想的是 應該要想的是怎麼利用自由化來加強我們國家 和整體社會整體企業的競爭能力 這反而是自由化真正需要做到和真正能夠得到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如何圖利他人 這個可能從公務員的角度覺得很奇怪 實際上我們要圖利最多的他人 就是自由化最大最大的一個目的 那因為我個人在歐洲待過幾次 我也看了幾個歐洲國家在走過自由化的歷程 那譬如我們現在在歐洲裡面最強大的經濟國體就是德國 可是德國在東西的合併之後的十幾年之內 是非常非常艱辛的一段時間 他們是有十幾年的時間被稱作是歐洲的病夫 他們的所得沒有增加甚至於降低 他們的工資沒有增加甚至於降低 失業率非常高 可是他們在那麼艱難痛苦的時候 在2000年左右開始執行了很多的改革 尤其是在法規面的改革 尤其像不管是勞動的法規或者是投資法規 做了大量的自由化 那現在的結果就完全展現出來 當整個歐洲狀況陷入一個極端不利的狀況的時候 德國是一枝獨秀 要是沒有德國的存在 其實歐盟整個的經濟體可能就會崩潰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例證 怎麼讓台灣走出來 因為台灣是一個外貿導向的國家 唯有積極的參與國際上面的一個合作 才能夠讓台灣的生存更加的壯大和永久的生存 因為很簡單 以台灣目前的處境 如果沒有辦法在一些區域的合作 區域的經濟合作的協定裡面能夠參與的話 台灣很快會被排除之外 台灣目前這幾年碰到幾個比較大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外來投資的大量減少 相對於其他國家實際上我們佔的整個 近亞太的所謂的FDI 台灣佔的比例是偏低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謹訊 就是表示說我們的競爭環境 我們的投資環境已經不如他人了 因為我們的競爭環境我們是要做比較性的 而不是自己關在門裡面說我們做得不錯 因為所有的投資人包括台灣自己本地的公司都在看 哪裡適合做投資 這一點是沒有辦法說我們關起門來 大家不要錢不要進出那就沒有事情 因為所謂的貿易就是一個貨品 資金 人員等等的流動 這些是沒有辦法用管制手法把它做到一個好的結果 這是得不到的 那這一方面的話在美國商會是積極地呼籲 包括是政府 包括是所有的國民 要正視這個嚴重的問題 讓自由化這件事情是變成是我們未來 怎麼開拓國家下一步進程的一個利器 而不是來煩惱說我們如果受到衝擊會怎麼樣 因為任何的開放就如同剛才我們薛政武提到 一定都會有一些程度的一些compromise 但是這些只要提前的做好一個預防工作 其實結果應該是會蠻不錯的 自由化的話我大概把分成兩塊來談 我想說第一塊就是所謂的市場開放 第二塊就是所謂的國際接軌 我們就來看這個市場開放以及國際接軌 第二就是說我們知道說 剛剛今天也談到說現在全世界有很多的FTA 都在紛紛地形成 但其中在東亞地區可以說是發展最快 那麼東亞地區 而且FTA形成現在有個特色是怎麼樣 是走向所謂的貿易的區塊 我們叫Trading Block 就以前的FTA是兩個國家在簽就OK了 可是現在是很多國家集合在一起 大家一起來簽形成貿易區塊 所以我們知道說今天大家一直在討論到的TPP 日本加入之後現在有12國 另外一個叫RCEP 現在有16國 而且這兩個FTA未來還不斷在漲大 還有更多的會員會加入 這是第一個就是說對我們來講的話 值得我們注意的 另外這些貿易區塊既然它漲得夠大 它就非常強調一個 他們在講說我們不只在強調降關稅整合 我們要強調什麼呢 供應鏈的整合 就是說我們這12個國家16個國家夠大 我們強調區域內產業的分工 那如果說它一直強調區域內產業的分工 區域外的台灣可能就被怎麼樣 就慢慢就斷裂就會排除在外 這個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另外一點 另外這些FTA它會產生骨牌效應 就等於說今天我看你有12個 我有16個 萬一哪一天你多了一個 我也想怎麼樣拉攏另外一個 骨牌效應會越滾越大 而且這些FTA又廣化深化不斷的加速加快 對台灣的影響很大 那未來我們台灣有在未來幾年是一個關鍵 為什麼呢 我這裡大概就報告一下 大概我們以全世界有這麼多FTA 不可能每個每天都在注意 但是未來我們可能要注意 五個FTA重要發展的趨勢 第一個是TPP 第二個是RCEP 第三個是中韓FTA 第四個是中日韓FTA 第二個是TTIP 就是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就是美國 簡單來講就是美國跟歐盟的FTA 這五個FTA跟各位報告一下 它一共 因為有些會員是參加好幾個 一共涵蓋了48個國家 去年2012年 台灣出口大作48個國家 佔台灣總出口的92% 所以未來如果說五個FTA都形成的時候 對台灣一定還有很直接的影響 這是第一個有關於市場開放的部分 第二個是有關於國際接軌的部分 國際接軌意思是說 今天我們常說要跟國際接軌 到底跟誰接軌呢 基本上還是受到這幾個大的貿易集團 貿易Trading Block的影響 就比如說TPP 是美國所主導的 大家都曉得 所以美國所主導TPP的時候 就推動美國他們所想要的一些制度 把它放到那個協定裡面 那美國在推TPP的時候 歐盟也覺得說 我要跟美國簽個自由貿易協定 如果將來美國跟歐盟 這個TTIP形成之後 美國跟歐盟的制度就統合了 它可以把它怎麼樣 要其他國家 你要跟我談FTA 必須接受我的TTIP的制度 所以說與國際接軌方面 未來TPP跟TIP 就是美歐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 非常我們值得注意的 特別是與國際接軌 我們很多事情通通要做 第一個是政府採購 競爭政策 智慧財產權 食品安全 以及投資標準 產品標準 這些國內都必須要去怎麼樣 將來如果說 要自由化的話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做 這個是第一點我們要注意的 特別是這五個自由貿易協定 根據目前的發展 他們所訂的Agena 大概在未來三年 就會陸續的到位 就陸續的會形成 所以未來三年來講的話 我們除了就是說 希望說 希望它 站在台灣比較自私的角度 可以天天禱告 希望這五個都談不成 對台灣就比較耐有力 這是比較被動的角度 但在比較積極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怎麼樣 做一些更積極的動作的去做 我們將來談FTA 一定是一個互利的動機 我們今天一直在國內強調說 我們要走出去 但是我們在走出去的同時的時候 卻不允許對方走進來 如果說國內還有這種心態的話 我相信說未來台灣在FTA上 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非常非常困難 另外是我們對中國大陸限制 我們對中國大陸限制 只有國家安全的考量沒有錯 但是剛剛歐洲商會的代表主席 也講過說 我們對中國大陸限制 會影響到這些外商在中國大陸的權益 這個如果你將來不改的話 我們在談FTA上 也會碰到一些困難